习近平3月8号下午在北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视频峰会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 带来很多全球性挑战 需要全球性合作 中欧在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方面有很多共同语言 我们要拿出担当、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双方要加强对话、坚持合作、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中国的发展将为中欧合作带来更大空间 双方要继续本着互利共赢原则 持续深化绿色数字伙伴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双方要继续坚持多边主义 推进重大全球性议程 马克龙·舒尔茨表示 祝贺中方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 单打独斗只会使形势恶化 欧方重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重要和积极作用 愿同中方紧密合作 共同努力解决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重大全球性挑战 欧方愿同中方一道办好欧中领导人会晤 推动法中、德中以及欧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双方重点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 马克龙·舒尔茨介绍了对当前乌克兰局势的看法和立场 表示欧洲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危机 法德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给和平一个机会 感谢中方提出人道主义局势倡议 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 劝和促谈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产生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习近平强调 当前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 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 深感痛惜 中方主张 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 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都应该得到支持 当务之急事 避免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失控 中方赞赏法德 为斡旋乌克兰局势所做努力 愿同法方德方和欧方保持沟通和协调 根据当事各方需要 同国际社会一道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共同支持俄乌和谈 推动双方维护谈判势头 克服困难谈下去 谈出结果 谈出和平 我们要呼吁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中方提出了关于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的六点倡议 愿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我们要一起努力 减少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 有关制裁对全球金融能源交通供应链稳定都会造成冲击 拖累疫情下负重前行的世界经济对各方都不利 我们要积极倡导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中方支持法德两国从欧洲自身利益出发 为欧洲持久安全着想 坚持战略自主 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中方也乐见欧俄美及北约开展平等对话 双方还就伊朗核问题交换了意见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会议